你自私地為自己想,無為別人想,你要先為別人想,這個才是菩薩,你這個開悟才有用啊 佛者,你開悟沒有一絲一毫之用,等於沒有開悟,那個是白開了,開什麼玩笑? 開玩笑太大了,開悟了,結果你沒有按照開悟的去做,你跟師尊開玩笑,不可以 先想想別人,最後才考慮自己,先幫別人,最後才幫自己 這個菩薩就是這樣子啦,就算解脫阿羅漢,你也要了解空義啊,這個佛三轉法輪啊,是有次第的 第一轉,先轉解空,想苦極滅道,成就阿羅漢,第二轉,先轉,再轉過夜,如來的智慧,成就菩薩, 第三轉,第三轉,第三轉,就是轉,就是轉,講你的心啊,講你的心啊,講你的心啊,點、耳、彼、舌、身、意、意更,阿賴,到了最細最細,最細 進入了空性的,這樣實踐的一個方法 三轉化,它是有赤地在教的,佛也是有赤地在教的 我們今天修行也是要有赤地的,這樣可以做 有赤,你有了赤,你就要修陰,有了陰,你就要修補 這個才是通貴,這個才叫通貴 所以不能說,有一些沒有用的智慧,妄想顛倒 這些都是沒有用的,入世的,知識我們也要有 入世的智慧我們也要有,入世的智慧我們也要有 因為有入世的智慧,比較不容易被騙 出世的智慧,你就可以成就,讓你絕妙結 至少你要解脫,解脫道,伏及道,你要有成就 要通了這些智慧,所有的智慧要全部得到 那像世尊呢,入世的智慧,當然也有 但是世尊腳踏實地的做,腳踏直徑的做 世尊有這個剝業的智慧,有剝業的智慧 那世尊本身來講,也開悟民心 那麼也把這個,也能夠見信 把這個,心輪打開,也能夠見信 這樣才能夠成就 那麼自己修正了,這個,如露,走火,也修正了明點 也能夠明白空性,明白空性,明白佛會 這個很簡單的,那這個修行的過程 雖然道理很簡單,但修行的過程非常的困難 希望大家能夠一步一步的,然後一個次第一個次第的 每一個人都得到恩絕,妙節 得到圓滿的智慧,通了所有的智慧 我們知道,我們去聽吧 對我們來說,我們去聽吧